好 先上一位高雄的洪先生 洪先生請說 那個主持人好 然後大家好 我是高雄洪先生 對 那關於這個2016的布局 我覺得目前我們可以從很多面向看到 不論是怎麼樣 就是從媒體的方面 還有網路的方面 我們可以看到綠營的部分 很常時候就是用一些比較不好的東西 在攻擊國民黨的人 那我覺得這樣的方式不是很好 那特別是他又用了一些所謂學運的東西 帶動一些關係這樣子 那對於藍營來說 影響也是會蠻大的 那雖然說藍營目前沒有 就是整合出一個特定的候選人 而綠營的部分就是很明顯的就是 由蔡英文 應該是會來領軍2016 參與選舉這樣子 好 洪先生謝謝您 其實現在這位洪先生也點出了問題 藍營感覺好像是朱立文可以職工 但是副總統吳敦毅呢 吳敦毅怎麼辦咧 如果以朱立文跟吳敦毅來說 當然吳敦毅的勝算很低 那朱立文基本上 朱立文現在就是說 他先爭取新北市的連任 但是能不能繼續的更上一層樓 大家看市在什麼地方嘛 如果他選完以後 他大勝游錫坤二十幾萬票 然後又帶動了整個北台灣的選情 他原來要輔選桃竹苗 那現在如果連北北基都帶動了 選得甚至有很多地方逆襲成功 那當然朱立文聲勢大長啊 他當然成為什麼的救世主啊 那時候他即使不想選2016 所有的內容逼著他選2016啊 誰都擋不住 可是他現在不能把這樣的東西講的 講的太白 講的太明顯 否則的話就會讓他覺得說 你講我來看我看我嘛 所以 好 台北有位蔣先生 蔣先生請說 蔣先生您在線上了 是 請說 我現在我在台北啊 我認為啊 我們不要說小英 他應該是老英的 我認為他啊 換了位子就換了一個腦袋的人啊 我們台灣不能選他 選他的話完蛋了 最起碼 這兩個 這兩個 目前這個 檯面上這兩個來比 都比他好泰國了 這是我的意見 謝謝 是 朱立文跟哪一位比 他們 蔡英文 是 那我們要需要請 黃委員您來解釋一下 現在剛剛也有人質疑民進黨的政策啊 好像只有口水啊 沒有牛肉 然後現在如果兩個來比較的話 似乎 朱立文 略勝 應該是說大大的勝出 其實 應該這麼說 朱立文 他坐在 站在執政的位置上 嗯 他當然可以提 有可以馬上提出政策 譬如說新北市 他就提出那個超商有沒有 代用餐的問題 其實他有這個工具 小英過去我剛剛講說 從過去到現在 從民黨下野 之後兩千里八年到現在 他除了兩年 就擔任過兩年多的 四年的這個黨主席 後來他是放空的 沒有的 所以我覺得他的民調是有持續下來 那至於提政策 你說賴清德 陳曲有提政策啊 可是你大家想到 所以有人講 不管講核四 不管講兩招雙星 再批兩招雙星 不管是在 甚至講這個特招 好像他都 都不是他自己的 都跟他沒有關係一樣 可是他不要忘了 不管吳敦義他也當過行政院長 昨天當過行政院副院長 雖然是一段時間啦 大概又七個月七八個月 可是也參與國家機要的事情 除非吳敦義不讓他參與 可是你看 這個現象是什麼 雖敦義也開始批 這個舍連國教 免除 他用他行政的權力 免除到特招 吳敦義在這 之前他講什麼 講說中游 不成功能有 棒給我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我們持續關注 我們先休息一下